各位歡迎收看咸輝的頻道 來到七月就真正進入了火辣辣的夏天 而對於在豬三角一帶生活的你我他來說 我們要在這些天氣中反覆煎焗五個月 在這段時間你會如何度過盛下呢? 在家裡吸冷淺冷淺, 吃雪糕, 去北方旅遊兼避鼠 但我覺得多數人都是在昨天一樣 正常上班 所以今天我就在這裡和你們分享一下 我們可以到現在是瀞樑的地方 這是綠魂小區 為何說空間就可以來呢? 因為這裡是天河 南一路旁邊就是了 體育西地鐵站H出口到體育東路 就是這個小區的範圍 在這個混雜了一大堆商場的天河雙圈 陸運可以說是一個蛙地 是你見到就會嘩一聲 因為一路之隔 這裡就好像來了一個世外圖 這裡有很多小店 開在沃沃沃沃的大樹底下 陽光就會透過樹葉的那規射到地面 地面上的光斑又隨著時間不斷變換 不會像馬路旁邊那樣 全部都是玻璃幕牆 反射出來很像眼的陽光 而且這裡有很多小鳥 有很多小鳥的 雖然整個天河雙圈都很熱鬧 但是你進來這裡聽到那些小鳥 是會不同於在路的旁邊 聽到那些人聲啊 車聲的樣子 會覺得很煩躁 你進來這裡 人都會覺得精神了 而且因為整個環境都不同了 來到這裡會覺得好像涼爽了很多 呼吸都變得順暢了 所以在這裡走 就會覺得 夏天也是挺漂亮的 陸運這裡大謊話都存在了十幾年 這裡和東山口是完全不同的風格 那邊是精緻的小陽樓 這裡就是精緻的單車房 為什麼會說到單車房呢? 因為這裡一樓的店 基本上全部都是由單車房改出來的 其實之前這裡是沒有那麼多店 現在就越開越多 最開始剛剛有這個小鳥的時候 店多數都是居酒屋和賣中古的店 不像加上那麼多茶飲店 咖啡店 或者那些小餐廳 廣州第一個日寮集中地 和中古集中地就是這裡 那時候真的有很多居酒屋之外的店 因為這裡的地段和環境 很適合兩三個人在這裡密密針 所以一到傍晚 就會有很多人在這裡排隊 但是加上那些店 基本上都整理了 變成精品店 餐廳之類的 當然還有近幾年 流行了很多的老貓店 都開了在這裡 畢竟就不是這麼多人 可以在自己家裡養寵物 所以就出去摸一摸也好 很好的 當年的一堆居酒屋 到加下還在這裡 就只有一間 這間店 其實以前很喜歡去的 以前有一大江湯在裡面 後來那個江湯就沒有了 然後慢慢就沒有去 在那時候一直活到加下店 還有一些中古店 這裡可謂廣州賣中古最多的地方 從以前的一間 發展到加下的最少六七間店 那麼規模就越整越大 還有這邊其實到加下 都是沒什麼酒吧 因為基本上二樓往上游 全部都是住人的 所以就不可以太重 那些酒吧基本上 十一點鐘就要收 沒什麼意思吧 所以這裡基本上就很少酒吧 有的都是那些很安靜的酒吧 都是給你一兩個人在這裡聊天 你大聲一點 旁邊都可以聽到那種 陸運加下就真的變了很多 主要是變大了和變漂亮了 以前就只有正街對面的小區 是有東西看的 地鐵站思考到APM對面的那一塊 其實就沒什麼好看的 但是 現在你就會在這裡所有的區域都發展到驚喜 因為他最近除了店舖的數量和種類不短 變多之外 他還會多了很多的康律設施 大朋友小朋友都適合 甚至那些無用的小朋友都可以在這裡找到樂趣 當然 個人是消費的人 就不一定用得上這些東西 但是其實看到這些東西 都會被人覺得很放鬆的 因為好像在自己家裡的樣子 那樣子 你在這裡喝著東西 聊著東西 你又看到一些人在這裡做運動 真的會有一種 好像在自己家樓下的感覺 很親切 而且在這裡的綠化 真的越整越好 所以在這裡走 真的會覺得身心都很舒暢 其實我是挺喜歡陸魂這裡的 因為我比較多的是天下一片吃飯 很多時候飯前飯後都會在這裡走 因為這裡真的舒服 很有生活的氣息 而且很多時候都會在這裡喝東西 因為這裡的消費 覺得真的不高 對比在這裡吃飯的地方 甚至在這裡喝東西 也沒有純得那條金磅街貴 而且在這裡環境也好很多 在這麼精緻的店裡 一邊喝東西 一邊吹水 還有來不時看外面的婆娑樹影 真的可以很快地殺死這些時間 好呀 好了 今次關於陸魂的介紹就到這裡 希望對你們的下日遊行選擇 提供到一些幫助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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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